我們一起宣應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諾主耶穌基督上帝的食毒生子 因聖靈成人由同精女阿米瑪利亞所生 在本雕比拉多下受難被登於十字格受死埋葬 降在陰間地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聖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哪裏講審報會人聖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兒宮之教會 我信聖徒相通我信聚得世面 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米 親愛你美善的神我們贊美你 感謝你將我們帶到你的同在之中 主要恨求你紀念我們所有的祈禱 我們將我們所有一切都帶到你面前 我們特別將我們所有的麻煩 我們的重擔都帶到你面前 求主你都是將我們所有的困難 我們的財政困難 我們的負擔都帶走 主要讓我們都得到你的答案 我們在今早上 主要求你跟我們說話 奉主耶穌基督名祈求阿門請坐 主要求祈求阿門請坐 主要求祈求阿門請坐 主要求阿門請坐 強亭和格陸情報 ốt和靈奧全書第9節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在賽跑上得獎賞 我們一起讀《哥林多前書》九章二十四節,一起讀 《彼不知在場上才跑,職刀跑,但得到掌上之有一人,你們也。 這讓跑,好叫你們得著掌上。阿們》 我們今天要看的經文就是《哥林多前書》第八章和第九章 在《哥林多教會》裡面,在《弟兄姊妹》的關係 在《弟兄姊妹》之中有一個問題,就是這個 就是一個性的問題 在《哥林多前書》是一個海港的城市 有很多的生意來往 也沒有任何的經濟問題 在這間教會 你知道亞洲的城市呢? 如果你知道,如果一個是有很富裕的社會呢? 在這些這麼富裕的社會裡面,亞洲的地區,很多時候都會有這個性的問題 就是沒錯 意思就是說,有... 去... 去...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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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性格不正確 在這個哥林多教會中 就是講到她的道德不正確 就是性方面有問題 這些不同的道德 也曾經有所說的 美國化、俄華 但在短話中是麥當勞 就是同樣的 有些說法是美國化 第一句字就像美國化一樣 意思是說你很西化 如果你用這些字語西方化 你的生活是比較西方化 而在《哥林多前書》他這樣說 他們的性生活是不道德的 我們看《哥林多前書》五章一節一起讀 《波文在你們中間有淫亂的時》 這樣的淫亂 連外邦人中也沒有 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繼母 這個問題就是 有淫亂的事在這個教會裡面 甚至在外邦人 即是未信耶穌的人 都是沒有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有人就是娶了他的爸爸的繼母 這個所說的對象 不是一些不信耶穌的人 而是教會裡面的人 在這個教會裡面 就是有一個人 或者是一個人 就是有一個人 就是和他的繼母 即是沒有血緣關係的人 他的繼母有這個性行為 性關係 是是 他的意思是 這是一個呢 而是真的 父母的意思 他意思是 它意思是很高 它的意思是 他的意思は 他們的意思是 這意思是 他們的意思是 這意思是 這是一個新妻的意思 這是一個女的意思 保羅的生命完全沒有改變 當保羅接受耶穌成為救主前 他在世上非常成功 他是一個猶太人的領袖 是未來的同僚 然後他有一個很明顯的未來 他在世上有一個光明的偏徒 當他接受耶穌之後 保羅這麼說 保羅是這麼說的 就說他要把他這個外表的生命 就是要拿走他的 意思就是他要準備見神 而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把這個福音傳出去 去傳福音 我們看《葛林托侯》後書五章八節一起讀 我們坦然無懼是更願意離開身體與主同住 他說到 我們是很有信心 坦然無懼是這麼說 雖然他是很願意 離開他那時的外表的身體 回到天家同住一起 他只有一個希望 所以他這樣說 他說他願意 其實他想離開他的身體與主同住 這一個是他想的 如果我們看到《葛林托侯》前書第九節 在我們這個信心的旅途之中究竟是怎樣呢 對我們來說是怎樣呢 其實就好像一個競賽 就是要參加一個賽跑的競賽 我們就看《葛林托侯》前書九章二十四節一起讀 《喜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高跑》 但得獎項只有一人 你們也當這樣跑好 叫你們得著獎項 你不是知道在這個賽跑的跑道上所有人都會離開的 但是只有一個人得到獎項 就是要這樣走 就是要使得你們得到獎項 就好像想得到獎項這樣 如果你想知道馬拉松賽跑 你就要問David 他有走的 而牧師自己是不會的 只要一個人得到獎項 這個賽跑競賽 所以你要做什麼呢 你一定要是 你一定要專注這個賽跑 不可以在這裡休息太久 不然你就會落後 就贏不了這個賽跑了 聖經說到 是不足夠的 如果你這樣走是不足夠的 如果你昨天得到永生的話 你得到救恩的話 這是你永生的生命的開始 祖勝者通過了 救恩的話 就是在這個賽跑道上是一個起點而已 就不是代表你已經完成了這個賽跑了 你有這個救恩 你就現在開始開始賽跑了 是一個起點而已 直到你見主日子 你的盼望在哪裡呢 你把你的盼望放在哪裡呢 如果你把你的盼望放在這個世界上 這個盼望很快就會完結了 有時我這樣想 我已經52歲 大約是這樣 我不可以 我已經52歲了 有時不敢相信我已經是52歲了 雖然很多人跟我說 很多人說 你不像你52歲 但是其實在這個教會 從來沒有人跟我這樣說 我不像52歲 你知道嗎 生命的時間是飛逝的 時間是會流走得很快的 大部分我們在這裡的人 我相信 未來的30年內 你就會與同主見面的了 時間真的飛逝 時間走得很快 所以聖經說 當然我們要把我們的盼望放在天上 我們就是在這個旅程裡 想著去玩 去享受這個世界 你要知道這個世界 不是你的家 不是你的家 你會不會有家 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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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點 我們就是帶著恐懼和震鬥 今天我們要怎麼進行信仰生活 要做的 當然 聖經這樣說到 我們究竟如何繼續走這個信心的旅程 19.219.219 一輪總圈926節 我們一起讀 所以我們那群好不像無定訴的 或打槍不像打空氣的 那他們應該怎麼繼續地去走這個信心的旅程呢? 聖經是這樣說的 所以我們要走的話 就不是沒有公向 沒有目標這樣走 我們要怎樣去完成這條信心的旅程呢? 聖經怎麼說? 他們說你一定要有一個目標,一定要有盼望 有基督徒呢? 他們相信神,當然他們相信耶穌 但是很簡直說他們的生命是毫無目標的 他們的生命是毫無目標的 如果你的生命沒有目標,沒有盼望 你只是來教會 繼續來教會 如果你這樣來教會 我不是說我們的教會 我是說我們的教會以外的人 我們一起看毫勒比書三章十四字一起讀 趁著標竿直跑,要得著神 在基督女從上面招我來得的獎賞 在這裡說到我是要 我是要拿到神 基督在耶穌女從我上面招我來得的獎賞 基督說到我們有這個 我們有這個 我們有這個的應許 如果保禄這樣說 我繼續朝向標竿直跑 當然我們一定要有目標 我們有目標 為了神的國有目標 我們要跟隨耶穌 我們要跟隨耶穌 保禄為了慌信 保禄有一個恐懼 雖然他嘗試他做到他最好 保禄為了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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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看 《哥哥林多前說》一章九章二十七節 我是公客幾聲 叫身復我 恐怕我全福音級別人 自己反倒被棄說了 這就是保禄的恐懼 他不是怕任何魔鬼 惡的靈魂 或者是迫害 但是他有這個恐懼 但是他有這個恐懼 當我傳福音給別人的時候 我自己都不會被棄絕 我到底是被棄絕 我害怕的 我害怕 他一直在害怕 我害怕的 我害怕的 你救命 我們繼續去完成 用振抖的心態去繼續走這條信心的路 我們的救恩已經是在天上了 所以保羅說到你一定要繼續去將你的救恩去完成 用這個恐懼和振抖去完成你的救恩 神給你的救恩 我祝福你 直到你的救恩去到天上 你要繼續在地上繼續用這個振抖和恐懼的心去將你的救恩完成 你要將你的身體成為你的奴隸 讓你可以掌管你的身體 使得我們還未完成這個工作 我們要繼續踏幾身 直到天上我們見主耶穌的日子 我們一起祷告 親愛美聖的神 我們感謝你今天的恩典和你的信息 就像保羅一樣的做法 讓我們繼續用戰鬥和恐懼的心去完成你給我們的救恩 讓我們繼續用戰鬥和恐懼的心去完成你給我們的救恩 天上不是這個世界上 我們一定要回到你那裡 我們奉主耶穌基督命祈求 阿門 我們一起念眾主通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縣人 都尊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以你的指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月的飲食 今次給我們免 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免免免免 不叫我們與這件事探究 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權並永耀傳是你的 直到永遠 阿門 我們繼續一起討告 請大家為到我們今晚的聚會討告 又為到我們大頂姊妹正在為癌症搏鬥的頂姊妹討告 特別為到Willie Ho 討過 她肝內有一個腫瘤 還有Kim Jung Yew 她有一個臨巴癌和腦癌 她差不多已經完全遇了 但是繼續用討告幫助她 我們又為到龔美恩討告 她是昨天做了這個直腸癌的 繼續為她的康復討告 又為到陳啟受女士討告 她有這個乳腺癌的 討告 又為到Michelle González 討告 她也有乳癌 為到她的康復討告 又為到Elsa 討告 她有肝衰竭 又為到我們教會 我們 還有 李牧斯討告 又為到 以色列和烏克蘭自身討告 又為到香港的教會 香港的牧者 香港基督徒討告 我們一起討告 呼求神三寸 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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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